哈喽大家好啊 这里是好久不见的妮可 从这一期视频开始呢 我就会恢复到我正常的视频更新速度上来了 嗯对 所以这一期视频呢 可以说是一个小过渡吧 所以你们看我今天整个拍摄的感觉也是比较轻松 我自己一个人拿一个小相机拍 简单的打了一个灯 这期视频呢 是我自己很想拍 很想记录的 从我没有拆线的时候 就开始想说 第一次做了鼻子之后 第一次化妆一定要记录下来 看一下自己跟以前化妆会不会有很大的变化 而且在我休养生息的这一个半月里面 我还是没有管住我的钱包 买了很多新的产品 所以呢今天也会用很多新的产品来尝试化这个妆 一个半月没化妆 手伸家用新产品 不知道会不会出现什么车祸现场 开始正式化妆之前呢 就给大家汇报一下我现在鼻子的情况 就是大家应该看得出来 我的鼻子跟之前大家看到的视频里面 应该已经是消肿了很多 但是到我前两天把我的照片发给了医生看 他说我现在的这种样子 大概是消肿了70%到75%左右 剩下的那30%或25%呢 要等三个月 甚至到半年 它才会消下去 所以山根的这个地方 它还是有一点偏粗 还有就是鼻梁这两边也有一点 还有还剩一点点瘀青 所以这里看起来阴影感就比较重一些 首先第一个呢 用的是Tacha的妆前乳 今天我要用的粉底是这个 It Cosmetics的CC Cream 这个CC Cream我是已经种草了很久的 这个CC Cream呢 在YouTube上面也是有很多的博主推荐 所以就一直很想试一下 我用的两把刷子呢 是之前跟大家推荐过的 ZOEVA家的1022110 这粉底刷真的超级好用 我已经很久没有遇到过 我这么喜欢的粉底刷了 哎呀 这个色号我买得黄了 好像 啊好难受 就是真的很讨厌买到一款粉底呢 是 自己种草很久 但是色号却买错 说回这个粉底刷 非常推荐给大家 真的很好用 一点刷痕都没有 当然了 如果你很久都没洗 它的刷毛已经粘在一起的话 那肯定还是会有刷痕的 就是如果你保持正常的清洗频率 那它真的很好用 刷出来的底妆特别的服贴 我全脸呢 就会先这样子 大面积的扫 然后再鼻子啊 然后眼周这些区域呢 会用换这个110小的 我之前已经给大家推荐过了 但是因为它真的很好用 所以我还想再推荐一次 这个刷子好用到 我买了好几把背在手上 遮瑕用的是兰蔻的持妆遮瑕 散粉用的是BECCA的这个水散粉 这散粉买回来的时候 我就拆开感受了一下它的粉质 没上脸 但是它那个粉质 说实话挺惊讶的 就是这么出名的一个散粉 就是它的粉质 出乎力量的 让我觉得有点粗 比如说你这样子取了粉 然后你这样敲打的时候 你都能看到空气中 一颗一颗的散粉 它不是那种烟雾感的 你是可以看到一颗一颗的 但是这个散粉的主要卖点 就是它的那个触感 我来感受一下 我感觉像这个刷子 是湿湿的 它好像沾了一点水 然后这样子敲打在我脸上 有一种凉凉的感觉 好神奇啊 就粉质来说 我是真的觉得它不算细 所以不能够给你皮肤一种 很好的磨皮修饰效果 很多散粉上上去之后呢 你的脸就会呈现一个 有点柔胶的感觉 我觉得它因为粉质不是那么细 所以做不到这一点 眉笔用的是旧产品 Benefit的这个 我觉得画眉毛一定是要熟练 才能画得好 一个半月不画呢 手肯定多少都是有点手伸 好怕画出来 很难看 渴吗 好像还行 尚可 刚电视没电了 所以我把这边的眉毛呢 也已经画完了 经验告诉我 这个时候 最好 不要再 画蛇添足 不然的话 只会越来 越描越不对称 所以我决定在这里停手 眼影的部分 其实我是买了好几盘 新的国货眼影 真的那个包装 特别的好看 现在先不告诉你们具体是什么 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 我已经买了好多天了 它还没有发货 我每天都在那里提醒它发货 所以今天呢 我就没有那种新的 一盘的眼影 但是有一个新的单色眼影 是我买的 Tom Frop的这个单色眼影 这个系列我是第一次买 之前都是买他们的四色眼影 然后这个颜色 我是在专柜看到的 非常地好看 来感受一下 这个延展度 这个流畅度 真的绝了 它这个单色眼影出来的珠光 是这种断光质地的 特别的顺滑 跟传统Tom Frop的四色眼影 那种大闪片的感觉不一样 对 但是这个只有一个颜色 而且还是比较浓郁的珠光 我要怎么来完成一个眼妆呢 我用这个盘子辅助一下吧 是Hourglass的五色眼影 然后是最经典的大地色配色 然后全亚光 刚好就可以搭配一下 它这个珠光 我的脸 我的脸 跟我后面那个墙 都快是一个颜色了 我的妈呀 我现在就用这个金色 抹在眼皮上 最激动人心的一步到了 那就是画鼻翼 因为现在鼻子的形状 有一些变化了 所以具体要画多重 多深 多长 多宽 就要好好的调整一下 第一次画 画得不好看 大家不要笑我 保佑好看 好像有点奇怪 好像打得有点太深了 我现在已经不适合 这么深的鼻翼了 这样会显得有点突兀 我觉得应该是我鼻子 这个地方 它还没有完全消肿 所以它现在 还是有点宽 所以打了鼻影之后呢 显得有点奇怪 不是我的技术问题 修容用的是这个 不是新产品的 我就不多介绍 就直接画了 我跟你们说 修腮帮子的这个地方 就是不要只修这里上面 你要修这个地方的下面 这样呢 会显得你的这条线 更加的分明 更加的犀利 显得你这个地方 你这样一抬起头 就会有这个棱角分明的话 就会显得你更瘦 你们看这边啊 再示范一次 这边本来是这样的 其实我本来就 还算明显吧 然后 再沿着这里修 是不是比刚刚 线条更分明了 修在这一块 就这里上面的呢 只是让你正面 显得尖一点 但是如果你侧面 想显得瘦的话呢 应该是打在这里下面 大家应该很熟悉的 这个Matte Melba的这个颜色 应该看得到吧 它是那种奶油橘色 就很好看 这个颜色很喜欢 我觉得我今天的眼妆 跟Matte的这个 Matte Melba的颜色 比较搭配 所以我今天就用它 来画腮红 它这个腮红 稍微有一点肥粉 左色力还挺强的 你看我就刷了一下 哇 高光今天用的是 Fenty Beauty的这个 我决定我今天不打 高光在鼻子 鼻梁上 因为我觉得现在鼻梁的 存在感已经 很明显了 所以呢我就 不再让它更明显了 鼻头可以来一点 我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除了休息 也是有学习一下的 有去各种 比较热门的APP上 学习一下 就是别人 为什么发这些东西 会火啊 比如说小红书 虽然我是 不怎么用小红书 但是就我身边 还是挺多人 用小红书的 所以我想了解一下 这个平台 大家有小红书的 可以来关注一下我 也是叫妮可蹦蹦 然后呢 我就去学习的过程中 种草了好多根口红 我当时最主要种草 他们对这个口红颜色的描述 我今天要用的是这根 我新买的MAC的921 是一个新的颜色 小红书上的形容词 温柔的杏仁烤奶色 人间水蜜桃 蜜桃奶茶色 乌龙蜜桃色 超温柔超丝滑的 微糖摩卡奶茶 听着就很好看 你们不觉得吗 蜜桃裸棕土橘色 就是还蛮好看的 但是我觉得没有到 我在小红书看到的 那种好看的程度 就是还不错 挺好看的一个口红颜色 好了那我这个时隔 一个半月再重新拿起工具 化妆的妆容就完成了 你们觉得还可以吗 我觉得现在目前妆容 有点不太好的地方 就是眼睛的黑眼圈 就是有点透出来 因为这个 这个散粉没定住 然后所以那个 遮瑕给带走了 然后你们会觉得 我做了鼻子之后 化完妆跟以前的区别大吗 我放一个照片在后面 就在视频的后面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我天天看镜子 我已经对我自己 这个样子比较熟悉了 我觉得跟以前 有一点区别 但是不大 就还是能够认出来 是我的那种 不会觉得哇塞 完全换了一个人 完全不认识了 这是谁 所以这期视频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可以看得开心 那从下一期视频开始呢 我就正式的回归到 一些很多的彩妆测评啊 等等的 很多精彩的内容 带给大家 所以大家要期待一下哦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啦 拜拜